德州佛教会玉佛寺年度义卖原优会 于11月15日在玉佛寺观音店前广场举行 当天有各种素食小吃摊位 佛教文物、手工艺品、日用品、花卉、果树幼苗等 在现场义卖,场面热闹温馨 上午10点半左右 台北经文处黄敏靖处长夫妇、陈延峰组长 以及乔教中心主任庄雅书来到现场 为卡拉OK一唱掀起高潮 黄处长首先致辞 表示玉佛寺的义卖是用作弘法力声以及慈善继品的需要 是其众人的力量完成艰巨的任务 他并以一首台语歌曲《慈慕的人》义卖 一曲就拍出1100美元的高价轰动全场 另外黄处长的夫人以及乔教中心专雅书主任 也高歌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获得满场喝彩 一曲一卖了500美元 由孟凡之江书芳主持的义唱当天收获丰富 义唱所得近2万美元 光是江书芳所募的义唱收入就已突破9000美元 今年还提供大量彩券让信中认购 今年的莫彩奖品约有百样 包括特等奖1000美元现金 首奖60寸智慧型电视 二等奖美国国内来回机票 三等奖平板电脑 四等奖数位相机 五等奖便携式汽车导航仪等 丰富多彩的奖品也在当天现场抽出 德州佛教会会长靖海法师也在议唱现场致辞 欢迎大家年年来此共享胜举 他特别感谢黄处长夫妇的善行 为义卖会增添色彩 在义卖会现场的还有融童法师 修会法师 而德州佛教会副会长洪毅法师 认为人在国外不能参加 感谢黄处长夫妇的善行